在新北市副市长陈纯静、吴念珍导演以及看见齐柏林基金会董事长欧静德等人共同启动直升机动力推进器下 由8052位共建人响应重目新建的齐柏林空间正式启用 基金会董事长欧静德说这个空间最终能落脚淡水、十几亿元也是齐导演自己选择的 齐柏林每一次造空造的时候他很喜欢那个飞机从淡水河口飞进来 他一直说这个真是太美的一个镜头 这么样开阔 齐柏林导演家人及基金会深深一鞠躬感谢所有人帮助 将齐导演累计25年的飞行超过30万张的空拍及数百小时的影片素材 有系统的完整呈现 齐导演儿子齐听欢说 更让我觉得特别跟感动也是我最想推荐给大家的是 关于我们爸爸工作的一些摄影器材 刚才有提到小岸房以及这次失事的时候的陀螺仪的残骸等等 都有被保留下来 那看到这些器材才会理解到父亲的工作是多么复杂多么危险 以及是需要多么需要技术的一个工作 齐柏林基金会表示 首档展览建山将搭配大型投影环境剧场及采用VR技术 让大家仿佛也看到齐柏林看到的山 未来齐柏林空间不仅呈现齐柏林的空中世界 也纳入其他摄影者的作品 延续导演生前为台湾环境奔走的意志 希望遇见更多的齐柏林 京广记者高时期新北时报道 永年贵蛋 problème 优优独播 skincare 減峰 萘下 误你